175的武装怪 人修7000了 500 6400 辅助技能强壮神速 23000再加2000打造融会贯通 技能1400 紫色名字再加5000 6000多的成就 原始转足先战火琼琪 两个 有青花瓷 有青花瓷 两个的话先给他一个 3万 深海狂杀神星小鱼 1400 魅灵1000 飞天猪猪200 地江500 白泽500 地争 这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三个地争 有一个是假的 两个是真的 再加上一个2万 行囊4个格子 召唤兽12个格子 再加2000 锦衣有青花瓷 青花瓷但是他是跟战火琼琪跟地争搭配的 正常4万的青花瓷给他加成一个6 神器速度84 天平蔓延 金药利金 4万 1500 26亿 现在高经验不怎么加钱了 还能再加1万5 然后 继续算孩子 763 加639 加154 再加10 1556的孩子 这孩子 4000块 639 加338 加152 加516 这孩子1645 这孩子6500块 这两个孩子 呃 要更新 鞋子的话是87 啊 68敏捷的罗汉鞋 啊 27万 卧槽腰带突然就封印了啊 这个跟以前雪山的哪个好啊 这个腰带为啥感觉封印跟雪山那个那么像呢啊 呃 最高的是1.8几 封印命中率2%嘛 腰带的话大概是一个 10 呃 78 到85 之间啊 给他一个 82 帽子的话是流云封印1.89 我估计得个689万再加宝石加加套装啊 19再加7再加1 77 项链的话精轻啊336加15减去96 除灵255 我操 这项链灵力好高啊 255的精轻 现在应该得快50了啊 衣服的话是 327 我操这又防御好高啊 327加上一个4点防御啊 331的防 这个衣服 除了封印D以外啊 双加 达标了啊 双加达标了 防御是极限的高 这衣服估计得卖上一个40 武器笑里藏刀加神用 哎呦我操这把武器老传奇了兄弟们 就这把武器你想象不到 就第一手10万 第二 第二手50都没卖 摆一段时间50 后来摆上某个70多万每秒了卧槽 他这个法防报的超多 这武装的法防应该特别高的啊 好 再看一下八级肩步两个再给他个3万 戒指速度耳势速度13啊 这个14总共是报了7两个的话 差不多是6565再加上一个3啊68 好了下牌的任务装备啥子就不给他算了啊 任务装备太多了 鞋子物理暴击击击击加1.13 衣服物理暴击击击加1.19 这武装平时还能玩个力的啊 还带了一套三治疗武装点灯啊 还有花招 还带了一个流云啊武器 还带了一个笑里藏刀加封印1.57的花招武器 他有一个个封印的有一个神佑的可以换着带啊 还有一个17段的啊 愤怒精致腰带腰带的话差不多是一个45啊 这把武器其实就没有价格 但是能打16段我觉得价格也不会低于25啊 这把武器其实真的不错 笑里藏刀特技好武器伤害还高 16段太阳石啊 然后熔炼的敏捷是39 这个武器我还是第一次见 虽然单加但是极限 拓血啊 有磨损神冬有磨损 任务的装备就不看了啊 力武装任务也也挺也挺秀的 哎呦我操 28 宝宝装备是88 宝宝装备是89 宝宝装备是90啊 90的这个能值上一个 18,9啊 18,9再加上1万 28,9啊 28,9再加上15,5 给他算4万5 这只是28万 宝宝装备的话是一个90 90的话就能上2万多了 91 2万 95 35,000 35,000再加上2万 再加2万 75,000 呃 庆台善恶 12技能 但是是比11红要好个低名思啊 或者是 反正相对来讲是永动机 低节战这只资质非常好 嗯 11技能的好资质的话 大概能卖上一个50 这是11.5 这只宝宝的大概的价格呢 是70啊 宝宝装备的话 这是一个70 他还有一本蓝书 他妈的夜战也是蓝书 这只宝宝70可能有点高啊 但是65有点低 也算67 宝宝装备的话 这是91啊 91的高神套啊 94的高神套 高神套最便宜 也就是3加25 5再加上一个2.5 7万5啊 哎 这只宝宝 这只宝宝的话是 我有个问题问大家啊 大家觉得是这种12技能有一个蓝书的好 还是11技能全红的好 如果这是一只11技能全红的话 这只宝宝的话就是一个40 23啊 12技能呢 拥有打输 打掉蓝书的可能性 但是呢 对吧 改书有可能干掉镜台 12技能有提升空间啊 所以说那这只宝宝给他一个多少 如果是12 11技能全红的话 这种资指的话 因为资指今年不是很好吗 43万啊 怎么给价兄弟们 把爆好评啊 50行不 60就有点高了 这只宝宝比那只 这只比这只好太多了 50给这个人高 48吧 宝宝装备57 加上28 85 85再加上一个86 86再加上87 宝宝装备2万的 这套宝宝 宝宝装备都没配最好的 法防 静台 法防静台3C 而且造型还是童子 11技能的血宠 打成了全红的话 我估计啊 他也要15万以上了 15万以上 再达上一本法防 掉的套装竟然是吸收啊 竟然可以4C 法防4C 我操这个宝宝 我感觉得达到一个26 出奇不易虚迷 现在便宜了吧 出奇不易虚迷 这只资质确实好 这只资质好 为啥灵力这么低呢 法资29 速度1400 为啥灵力才1495 加啥别的点了吗 加敏了 这只宝宝加敏了 还是宝宝装备 敏加的多 没加敏啊 这只宝宝没加敏 这只宝宝为啥灵力 灵力这么少 为啥法防还吸收 屌 这只宝宝给他算是一个6 虚迷降价了 这只宝宝完美技能 高级金人套和金金宝宝套 根据最后一只 截虎是90 这只大话有高米 还有龙魂 算成一个13 龙魂也有点拉了 这只宫地亭 是上次见到的那只宫地亭吗 八技能攻地亭打立批 而且没武艺 没有夜武清城 最佳四个轮 夜武清城 由于这个大改 可能不再受战敌的影响 那攻地亭的四个轮子 最好的就是这四个 这四个里有两本是特殊技能 八技能地亭 攻地亭的一般成品的话 就也就是一个12 但是是包含 不包含力批的价格 力批一本 还要干掉夜武清城 所以这只宝宝的话 我觉得应该 力批授觉也贵 以前贵 但现在便宜了 成本的话大概20 但是他就打掉夜武清城 大概是 多少呢 这只宝宝多少得看大改 这只宝宝先不给他算了 继续往后面算90 也是完美技能 进击法包吐和克尔 高级精神技能炮 死亡法王 14技能神马 22 加77万 加82万 加27万 加6500 加4000 加202160 1124.1124.76 继续往后面算了